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关注哈尔滨天驾鱼事件 浙江浦江三名儿童失联全程联动搜寻 四川达州一岁半幼童被拐全程联动14小时成功凝救 湖南怀化警方打掉龙氏家族涉黑团伙21人获刑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快报 来看我们的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发挥的报道 2016年2月18号上午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经经济协同发展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推动经经济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经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 产生跨区域的法律纠纷不可避免 2015年 北京 天津 河北三地法院 结合各自功能定位和司法实际 以不同形式先后出台了有关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 制定和出台了关于为经经济协同发展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要求三地各级法院依法妥善审理执行各类案件 该意见分为三个部分 共18条 内容包括充分认识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基本要求 依法履行人民法院审判职能 促进经经济地区创新 协调 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 建立健全经经济法院工作联络机制 提升司法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该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 要求三地法院依法惩罚破坏资源 污染环境犯罪 依法审理海事海商案件及区域金融案件等 意见还提出 建立经经济三地法院联席会议机制 加强三地法院在信息化软件开发 平台建设 和大数据应用等方面的合作 以协同司法保障协同发展 我们也希望这份意见的发布 为经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有利的高效的司法服务 还有司法保障 好 咱们来换一个话题 这些天呢 大家一直在关注天驾鱼事件 那现在呢 又有了最新进展 哈尔滨市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 已经责承设施的企业停业 而且呢 依法依规按照程序 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2016年2月14号上午 一位来自江苏常州 名叫陈妍的网友发微博称 他在哈尔滨过春节期间 曾在一家名为 北岸野生渔村的餐厅用餐 结证时发现两桌饭花了一万多元 陈妍和随行亲友 还为此与餐厅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 之后餐厅一方对此时做出了回应 哈尔滨相关部门成立的调查组表示 他们无法联系到陈妍本人 日前有媒体联系到了陈妍本人 陈妍表示 当时双方动手的起因 是他们一方当中的一位老人 先遭到了餐厅工作人员的推扫 所以他们当场提出 让对方向老人道歉 第一啊 需不需要公安警官走准备程序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问 在你们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金两问题这方面 或者说你这个消费丢 需不需要公安警官处理 不不不 然后解决第三点 你们是协商处理 还是要求公安警官 警察放在 你咱话 警察放在 第一个 至于金两问题 只能以他 就是个单去 没办法了 不是没办法 有这个味道 因为如果说 走这个程序的话 我不可能说 天天耗灭你 对不对 这个也太复杂了 第二个 我个人认为的 你们监控上看到的 那毕竟是什么 五六岁七八十岁的 老人在这边 把人家老人 我把他以视频为控 希望你们把这个视频 我看到了 有推的动作 据陈炎讲 警方当时给出的意见 是希望双方 自行协商解决 按过几天啊 我们大概情况 我们也插了一下吧 如果说呢 按照这个 这个 我们公安机关 就要求我们公安机关 走出发程 这种情况 现在就 你们双方都挺背中的 不是说 光咱们这个 这个 商店里面 因为我们不问企业 不问别的 我们只看行为 再加点结果 必须跟我们的长辈 给你道歉 向来 我们该吃到多少 我们一分钱不少 该吃到多少 就是说你们就说 你就是要做对方 对你们 必须的 这种不礼貌的行为 必须的 但是必须的 记者从哈尔滨市松北区 天驾鱼事件 专项调查组获悉 目前已核实 涉事饭店存在 不以真实名称 提供服务 餐饮许可证过期等问题 哈尔滨市松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已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 并依法依规 按照程序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同时 专案组已经与陈妍本人 取得了联系 派出工作人员 赶赴江苏 针对陈妍所反映的 鱼的价格 鱼的金数 和商家打人等问题 进行详细核实 哈尔滨市相关部门表示 将对全市范围内的 餐饮企业进行整顿 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不法行为 绝不顾惜 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刘明律师 还有我们的特业评论员张斌 欢迎二位 这个天价鱼事件 它情节并不复杂 但是这么多天了 一直在持续的升温和发酵 而且这情节 它是几经反转 张斌你看了以后 做何感想呢 这种情况应该说 我们在日常的消费中 经常看到 不管是其他地区的 天价的事件 还是哈尔滨所谓 天价鱼的事件 这里面最让我们感到揪心的是 这个问题到今天 最终的结果 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 我们相关的解决渠道 还是不畅通的 最终现在是家店被停业了 但是停业的这个理由 是他的 比如这个许可诚过期 比如名称不符等等 而不是说 因为我们的纠纷 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渠道 而解决了 如今哈尔滨 甚至派出了人到常州 去当面进行专案的 这样的解释等等 不但加大了成本 同时也不利于问题的 最终解决 我觉得这样一个事件 勾勒出的并不是这鱼 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消费者是不是缺金短两 被受了欺诺 最主要的是 这样的一种纠纷 在我们的任何地区 都可能出现 我们有没有一套 行之可行的 解决和协调办法 公安机关来了 主要负责什么 协调你 别打架 别闹事 别影响社会治安 价格部门 工商部门的时效 比较长 解决起来比较麻烦 最终 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就是把消费者认定是弱者 在弱者的保护同时 有没有一个相对 畅动会计的渠道 这点值得我们关注 没错 从去年就有天价虾 今年的天价鱼 虽然说两个事 情节不一样 但是至少说明 我们太需要一个 健康的旅游环境 别老让我们吃这些 堵心饭 好 再来看一条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消息 2月16号的中午 浙江金华 浦江县三个孩子 外出游软 玩耍之后失联了 浦江县就出动了 大量的警力 甚至还有直升机 甚至还有水路两用车 来进行搜救 我们来看看详细情况 2月16号上午10点左右 浙江省浦江县 建光村的三名儿童 相约外出游玩 但三人离开家后 一直未回 这三个孩子来自两户人家 12岁的女孩陈欣怡 和7岁男孩陈汉林 是一对姐弟 另一个走失儿童 是住在他们隔壁的 8岁女孩陈敏杰 三个孩子失踪后 他们的父母和村里人 在周边四处寻找 但直到当晚6点半左右 仍没有发现孩子们的踪影 父母都报了警 消息传开后 浦江县的公安 消防 城管 志愿者 以及当地村民 都立刻在全城展开搜寻 当晚浦江警方 还从京华市戒掉了警犬 进山搜索 浦江县周围的 义武 东阳 永康 富阳等地的救援队 也纷纷加入 寻找三个孩子的行动中 两架直升机 也已经参与搜救 目前对三个孩子的搜寻工作 还在进行中 告诉您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 孩子找到了 今天上午10点半 那么三个孩子 在附近的一个小山村被找到 那这个小山村 距离孩子失踪的地点 大概15分钟的车程 现在孩子被送往医院 那么孩子的精神状态 还有生命体征都非常的良好 那至于孩子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山村 我们会继续关注 这个事态的发展 那么这个浦江公安 也向大家表示 全社会共同的关注 还有大家的努力 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 孩子丢失的消息 在四川的达州 一个母亲呢 因为不小心把孩子丢了 后来呢 是通过这个监控录像 她找到了抱走孩子的人 2016年1月31号 中午12点多钟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 一岁半幼童小豪 在与母亲逛街途中 突然失踪 小豪失踪后 母亲立即报警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展开调查走访 并调阅监控录像 民警很快发现 中午12点30分左右 一名约40岁的中年女子 带着一个小男孩 路过南大街中段区域 遇见独自在路边的小豪后 该女子将其抱走 随后警方将案情公布 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时间在微博微信里 网友将小孩被拐的消息 进行了传递 不少人向警方提供了有效线索 经过迅速布控 2月1号夜间零时序 转组锁定了犯队嫌疑人张某 2月1号凌晨3点 警方在当地一栋居民楼内 将犯队嫌疑人张某抓获 最关键的还是群众 给我们大的支持群众 他们有来自多方面的消息 他们在我们的微信圈里面 给我们拘保了这个嫌疑人 是谁是做什么的 犯罪嫌人张某落网后交代称 他抱走孩子 是为了获得亲属 未找回孩子 而提供的高额悬赏奖金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张某说呢 他抱走孩子 是为了获得这个高额的悬赏的奖金 这也未必是他真实的目的 先问一下刘律师 他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我们看这个案子还在调查过程中 他实施了偷盗婴儿的行为 同样一个行为 如果是主观目的不一样的 涉嫌罪名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以出卖为目的 这是拐卖儿童罪 但如果是为了勒索财务为目的 这就是绑架罪 另外呢 孩子失踪之后呢 通过这个案子 我们也给家长提个醒 怎么办 第一呢 要立即报请 失踪之后 24小时才能立案 法律并没有这样一个规定 没这一说 没有一说 公安警官会立即立案来迅速侦查 另外 24小时也是寻找孩子的黄金时期 其次呢 要充分发动群友群众 利用网络平台 包括微信圈 朋友圈 他的力量很大 宣传速度很快 有注意破案 就像我们这个案子 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 要从尽可能从制度上 实现政府和群政的这种联动 帮助更多的人 就是孩子丢了第一时间要报警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看我们今天刚才说的 这个关于两个孩子丢失的这个消息 浙江金华那样呢 是出动了大批警力 甚至直升机 还有水路两用车 这平时咱们不常见的东西都用上了 而且这条消息呢 四川达州这个呢 是利用大家这个老百姓 一川十十川百 利用这个朋友圈巨大的作用 对这个破案起了关键的这个作用 张宾你怎么看这个孩子丢失以后 全程总动员 我觉得这是展现了一个 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的态度 其实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 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 不管从法律上 还是从社会层面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或者主要努力的方向 就在2月14号的时候 中央和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 针对留守儿童的一个意见 那么这个意见其实更多的也是对于全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 一个起到了保护和辅助的这样一个作用 展现了一个巨大的政策上的善意 那么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 我们看出 在这个未成年人保护上 我们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要耗费多大的人力和物力 那么他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当然了 大家利用自己手中的手机 利用互联网 利用我们的爱心 利用我们的警惕 形成一个互联共通 然后这个群防群治的这样一个防止 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一个整体的网络 我觉得对于防范侵害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 就是作为媒体更应该发挥我们的作用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走失的孩子 我们也希望尽自己的努力 帮助他们找到家 好 来看我们今天的学人信息播报 欧义 南 1985年11月16号出生 1990年1月6号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向州县向州镇 万象市场文化馆三叉路口附近走失 体貌特征 左手手腕处有6到7个大小不同的红色台记 刘元昊 南 2000年2月24号出生 2014年10月10号 在重庆市万州区太白路社区14号 各自沟附近走失 体貌特征 左眼角有一厘米长疤痕 额头右上角处有疤痕 性格较内向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采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 有线索欢迎您和我们联系 来进入今天的热线故事 这是湖南省淮化市 红宇新城路段的道路监控录像 监控记录的时间是 2013年12月20日 下午5点30分左右 监控视频中在道路上 突然出现两拨手持管制刀具的青年 互相追逐殴打 随后赶来的几名面带口罩的青年 从轿车的后备箱中 拿出将近两米长的棍状武器 冲入斗殴人群 在人群中还先后两次出现 疑似小范围爆炸现象 爆出大量白烟 很快这几十名参与斗殴的青年 分别乘坐多辆轿车离开现场 在逃离的过程中 一名青年被轿车撞飞 摔在地上 怀化警方接到群众报警 立即赶往案发现场 在距离案发的一约700米处 民警发现 斗殴双方有再次发生打斗的迹象 双方就开车往那个方向 就大概七八百米的地方 发生了车辆互相对撞 来达到斗殴的目的 在双方将车撞停在那个路段的时候 双方下车发生了一次比较惨烈的追砍 由于案发地是新修的道路 监控设施不完备 怀化警方根据案发现场遗留的打斗工具 被撞车辆 大量血迹和子弹弹壳判断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斗殴案件 在斗殴背后 一定隐藏着一个惊人的内幕 广天化日之下 七八十人进行大规模的血斗 多辆汽车在道路上追逐对撞 这一事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而案发现场遗留下的子弹弹壳 说明在这起剧中斗案中 还有人非法持有枪支 现场的种种迹象表明 此案非同小可 怀化警方立即成立1220专案组 这一起案件可以说是 我们真办了这么多血案件里面 它是最公开性 最暴力性的一起案件 对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 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带了影响 离它50米就是我们一个小学 红衣小学 那个时候正好可能说 再过一会儿 就是我们的小学生放学的时候 所以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影响如此恶劣的大规模 群体泄斗案件 戒斗双方一定是因为什么事 才引起冲突 查明事情的原因 才能更快地找出幕后的主谋 怀化警方通过走访调查得知 涉案双方相约进行戒斗 是为了争夺当地一家 新开酒吧的内部保安资格 最终两百俱伤 而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 一个名字的出现 让怀化警方紧绷起了神机 这老板就跟我们说了 他说这个是一个叫九文龙 九文龙这个名字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联系到了 2012年这个人 九文龙这个人 2012年7月 怀化市曾经发生过一起 性质同样恶劣的 河西物流寻衅滋事案 当时这个案件的影响比较大 因为人比较多 大概我们从监控里面 画面上面看到是60多个人 他们分别是管纱 而且他们戴着手套跟口罩 白色的口罩跟白色的手套 然后在大家的过程中 还使用着天雷 怀化警方口中的管纱和天雷 都是出现在监控视频中的 泄斗工具 是有一米多长的这个钢管 头顶上的在焊接 焊接一把这个杀猪刀 或者是关公刀 砍刀之类的 就变成管杀 很长这个杀伤力比较大 天雷则是一种当地的土质炸弹 爆炸后会有巨大声响 冒进白烟 基本没有杀伤力 2013年的1220专案 和2012年的河西物流 寻衅滋事案 都使用了相同的作案工具 参与者都是戴着口罩的 有组织青年群体 这两起案件之间 难道有什么关联吗 根据这个案件呢 我们就掌握了一个行政人 当时只有他的外号 叫九文龙 九文龙 难道这两起案件 真的是同一任主使 这个九文龙究竟是谁 又身在何处呢 根据当地群众辨认 淮华警方最终确定了 九文龙的真实身份 九文龙名叫吕某龙 1983年出生 自有跟随父母搬到 淮华市鹤城区 阳村乡居住 吕某龙是家中长子 还有两个弟弟 他自己作为大哥的话 他也是比较孝顺 他的父母 对他的兄弟也是非常好 对他的两个弟弟也非常好 他这个人的非常有野心 而且口才非常好 组织能力也非常强 他以前也从事过 传销的这个行当 所以他的煽动性非常强 不仅口才了得 见过吕某龙的人 对他都是印象深刻 因为在他的身上 门着一条青龙 经过淮华警方调查取证 这个外号九文龙的吕某龙 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但是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个九文龙的背后 还隐藏着一个 更为庞大的龙氏家族 他说他当年成了 一定的契合 他成了一个叫龙氏家族的 这么一个团体 他号称是龙头 外号九文龙 他下面有九个结拜兄弟 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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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团伙的话 应该是2009年 2009年在一起结拜 结拜的话 九文龙他是一个非常 讲这个组织性的一个人 他们利用吃宵夜这么个机会 然后从家里 请了一座观音菩萨 他们结拜当时的誓言 就是有福同享 有量同当 不能背叛兄弟 以吕某龙为首的龙氏家族 长期盘踞在阳村祥 和淮华体育中心一带 这附近正是近年来淮华市的重点开发地区 区域内工程项目中多 于是龙氏家族就盯上了这些 再见的楼盘小区 11年12年那个重点工程 开始在他们当地开始正式开工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他们看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就是通过这种敲招漏袖的手段 来达到一些目的 一些经济目的 他专门安排几个小弟 每天骑到摩托车去工地上去转 去给他汇报 就是哪里又开始开工了 他们可以带一党社会上闲着人员 以种种理由 比如说你把我家的水管搞乱了 你把我当地你建设到有灰尘 我家里到处都是灰尘 以这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 然后就是找一个借口 找些借口 找这些开发商老板 把你的工组了 叫村里面的一些比年纪大一点的人 然后就到工地上去 站在别人的挖机上 站在别人汽车前 不准别人动 就是以非法战役为目的 然后就迫使别人给他提供钱餐 虽然反反复复的话 你想这个开发商 它可能是上亿的工程 或是大几千万的工程 就要被耽误 一被耽误的话 对开发商影响是非常大的 应该获利的话 起码在七八十万应该是有的 在淮华警方调查的过程中 虽然龙氏家族的这种敲诈勒索行为 在周边工地普遍存在 但是很多工地老板 就对此事贵莫如胜 你这个老板肯定他有一所固执 是吧 他宁愿就是花点钱 失事明人 如果他说你报案的话 他肯定会遭到他们的报复 他是处于这么一个心态 所以他就一直没肯报案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随着他们久龙的 这个吕某龙的 这个社会定位的影响 包括他这个暴力敛财 他自己充实了自己的经济 这一块的话 所以他的队伍可以说是 在最开始的十几个人 逐步扩大 逐步扩大二十三十人左右 警方经过调查查明 除团伙头目吕某龙外 龙氏家族的骨干成员 共有十八人 统称龙字本 从龙二到龙尾 年龄在十九岁到三十二岁部等 其中排行龙六的吕某龙 是吕某龙的三弟 他和龙尾彭某中 负责发展组织成员 和进行泄斗等违法行为 排行龙二的二弟吕某科 和龙字彭某负责管理 龙氏家族的财务账目 龙十二周某杰负责管理 管纱和刀具 龙二十一郭某负责制作 管理天雷 除龙字本成员外 龙氏家族还拥有一般成员 二十余人 负责跟随吕某龙等人 从事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 自此以吕某龙为首 长期暴力敛财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龙氏家族 涉黑团伙成员 全部浮出了水面 一个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影响比较大 第二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一些终点工程建设 造成一个影响 我们的是对 赛黑赛恶的违法犯罪 是零容忍的态度 一旦发现 坚决打掉 为了避免龙氏家族涉黑团伙 继续危害社会 怀化警方当机立断 决定兵分多路 将龙氏家族的涉案成员 抓捕归案 到目前的结束 一共到案 有31人 强制戒毒两人 现在还有8人 正在进一步 侦办之中 我觉得他为人是善良 对我们也很好 他总是把我们 当自己的亲弟弟 一样看待 就比如说 他如果 他自己有鱼块钱 假如我们有十分 他都会给我们一毛钱 彭某中 19岁 外号龙尾 负责招收小弟 参与斗殴 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讲男朋友话 亲兄弟的 还没去管你那么多 你到底吸不吸 他也不可能 去讲你管你 郭某31岁 外号龙21 引吕某龙 帮其戒毒 心怀感激 负责制作天雷 就像其他那些 朋友认识他的 就是家里 有什么 就是什么小事 琐碎的事 就像那些搬东西 什么的 他都会 帮忙去搞 彭某26岁 外号龙四 负责管理 龙氏家族账目 在龙氏家族的 龙子辈骨干成员口中 为首的 吕某龙 美人善良 待人宽厚 讲义气 重情义 而这一切 在办案民情看来 其实 只是一种表象 当时成立的时候 有福同享 有乱同搭 当时的大部分的钱 他是他自己得 他带坏了年轻的一代人 大家都是看着他们 风风光光 赚钱荣业 都不去 去做正当的生意 或者去 去从事一些 体力劳动 那么 这个风光无限 雄霸一方的 射黑团伙 黑老大 吕某龙 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人物呢 他就是吕某龙 外号就文龙 到案后 吕某龙 对自己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 并承认 只有枪支 在2013年12月20日 剧中斗翼案中 向天 鸣枪两次 吕某龙 说他之所以会走上 这条犯罪道路 是因为小时候 经常受别人欺负 由于吕某龙一家 不是阳村乡本地人 家境又比较贫穷 那个时候 连他的家里盖房子 都因为担心 影响别人家的电线 房顶只能一边高 一边低 从小的这些经历 让出人头地 成为吕某龙 最大的愿望 我真的 我从小到大 我一直想做一个 让我爸爸妈妈 觉得自豪 骄傲的儿子 为了出人头地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2008年 吕某龙靠打零工 积攒的钱 开了一家名叫 九文龙的美发屋 因为小时候 爱看水浒 就看水浒 就喜欢这个名字 然而 这家美发屋 没开多久 就遇到了麻烦 就是剪头发的时候 他故意动一下 然后就剪坏了 他就要你赔钱 就赔五千块钱 当时 我其实跟他们吵起来 不愿意赔 后来被一帮人追 然后他经过这些事情以后 他觉得自己在社会上 没有一帮兄弟的话 可能会被别人欺负 所以逐步地 他邀约这么一群 跟他玩得好的这些朋友 村里的同乡 他的弟弟同学 一起 纠合在一起 逐步地 这几年形成了 他这么一个 是黑是恶的 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在龙氏家族成立初期 吕某龙等人 以充当打手 替人讨债的方式 迅速积累名气 扩充人员 2013年2月17日 由于和淮化 某洗浴中心老板 产生口诀 吕某龙等人 将该洗浴中心砸毁 有人就带头盔 然后骑了一米多的钢管 然后就进来 然后牵财的人员的话 全部都吓死了 然后就跑了 然后一台一台电脑 全部在来砸砸东西 砸砸砸 顺利的 员某龙在 他这个区域里面的影响力 就是讲 就是打给了 其他的犯罪团伙 给他们看 在这个地方 谁要是看不起我 员某龙 我就让谁在我这里 坐不下去 2014年3月 以员某龙为首的龙氏家族 涉黑团伙 到案后不久 怀化警方接到多起 关于龙氏家族的群众报案 从这些群众的报案中 怀化警方又掌握了龙氏家族 更多的犯罪事实 2011年午夜 员某龙来到当地一家酒店 在不缴纳住房押金的情况下 要求酒店开房 酒店老板拒绝后 员某龙叫来龙氏家族成员 堵住酒店大门 妨碍酒店正常营业 为了习室的年 叫做房间给他卸上 美国也给他送两斤房 给他这些小弟来开房的话 给一个优惠价格 正常单独来开房的 就是150 但是他们来了 只要爆出他是龙氏家族 就为龙的人 老板就要给他 变成100块钱一间房 也就是破坏了 他们宾馆的一个正常的 进行秩序 不仅如此 龙氏家族成员 如龙伟 龙氏等人 经常到该酒店住宿 不仅不给房屋押金 还肆意损坏屋内物品 房间的顶啊 桌子啊 都是他们故意的 你比如说他有个小弟 叫什么龙伟吧 厕所 水箱 他故意塞个东西 让他水 就是一天到晚 就这么流出去 酒店老板杨先生说 龙氏家族在酒店 砸坏东西不仅不赔偿 他还要主动请 吕某龙等人吃饭赔罪 很多事情敢怒不敢言 那我心里为了这个 像我们有没有什么后台 平民白身 这个只想平安一点 一举打掉了这个 事业核 事业核 犯罪团货组织 对于进化 怀化的社会 这样环境 筹进经济社会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发挥的重大作用 2015年10月8日 怀化市赫城区人民法院 对以吕某龙为首的龙氏家族涉黑案 进行公开审理 经过两天的庭审 怀化市赫城区人民法院 于2015年10月12日正式宣判 其中11人被判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 7人被判处5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3人 其中主犯吕某龙 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聚众斗殴罪 寻衅滋识罪 强迫交易罪 乔诈勒索罪 非法持有强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您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互动 刚才这件事看了以后 觉得特别眼熟 特别像香港电影里的情节 黑社会 但是那是电影的情节 如果现实生活中 你要这样的话 你得承担法律责任 那最后的判决结果 我们看三年到二十年不等 刘律师您给解读一下 这个判决结果 对 确实和电影情节很相似 我们看啊 它有很多具有黑社会性质的 航行符号 青龙纹身 号称龙氏家族 龙自尾排序 管杀天雷都用上了 都是电影情节 其实很多黑社会的影视文化 对七少年 它确实有负面影响 其实只要你组织参加领导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这就是构成独立的罪名的 那怎么接令黑社会呢 人数多 有固定的组织 而且它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充实一系列的犯罪活动 敲诈 勒索 七行 八市 而且它都有保护伞 这叫黑社会性质组织 那对于组织者 领导者 刑罚一般是七年以上 参加的三年以下 积极参加的是三年到七年 另外如果在这个共同中 你有其他的犯罪活动的话 那就要恕罪并法 对于组织者 领导者 要按照黑社会组织 他犯的全部罪行来处罚 对于参加的 那只按照参与的犯罪来处罚 所以对于龙氏家族 从龙到龙尾 二十个人 一个人 要逐一分析了 你到底是组织 领导 还是参加 所以他量刑不一样 不一样 对 为什么我们觉得 这个老大他是个坏人 但是他们内部觉得 他是个好人 为什么这么大差别 这就是我们老说的 这个江湖的哥们一起 中国人讲义字 国家大义 民族大义 兄弟之义 朋友之义 但是一加了义字 一加了气字 特别是加了哥们一起 他就充满了这种 航帮的黑社会的气息了 所以就哥们一起 一则征婚启示 让他及时体贴男友 我试试想要做家具的 对人比较很体贴 给我的感觉 甜言蜜语 山盲海誓 谁料爱情背后暗藏选机 他们魔法老头被选拟 然后被害人被害 征婚背后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危险 甜蜜的陷阱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